你明明没偷东西 那上场怀疑你是小偷 第一要扣留你 第二要问话 第三要报警 把你搞得很烦 那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发生了 怎么样来处理 这里面有几点 那第一呢 就是说你到商场买东西 那个除非特别必要 不需要带个什么大袋子 你带个大袋子 里面空空的 给人感觉你是有备而来 就是职业小偷 第二呢 就是穿衣服 不要穿那种特别肥大 尤其是口袋特别多的衣服 因为为什么 口袋里口袋大 口袋多 可以装很多东西 也给人感觉呢 你呢 来者不上 所以呢 这个呢 第一 形象上 不要给人怀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到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啊 你买 去买东西 但是呢 你呢 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不要鬼鬼祟祟 东张西看 西望 看有没有人注意你 你看有没有人注意你 反而会被人注意上 因为为什么呢 在美国大的商场 比如举例说 没洗百货 他商场里面呢 专门有 这种防盗人员 那这是商场的工作人员 化妆成商场顾客 再转来转去 看有没有小偷 所以呢 第二呢 就是说 橘子 不要呢 给人感觉 你就是小偷 橘子 要 端庄 是这样 第三呢 就是说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啊 在商场出去的时候 那么 被人感觉 你是小偷 说 你等一下 你不尊重 在这种情况下呢 特别注意 要保持冷静 不要 跟商场人员 发生争吵 或者打动 他怀疑你是小偷 他要拿出证据 证明你是小偷 你不需要拿出证据 证明你不是小偷 举证的责任在他 不在你 这是第三 第四 他常常呢 会叫你签一份 类似认罪书的东西 说 我呢 偷了东西 我以后再也不偷了 那这种东西呢 第一 不要签 第二 任何东西 他叫你签的 都不要签 因为很多人呢 他觉得他不签 他打电话报警 其实我没偷 但是我就怕警察 他打电话报警 我就害怕 所以我还是签了 稀释凌人 常常时候 他叫你签的时候呢 会 妖言惑众 什么意思 他说你签了 我们就算了 有很多人觉得呢 其实我也没偷 但是呢 不签打电话报警 越动越麻烦 还是算了 稀释凌人 我就签了 你不签 他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签了 你认罪书 就是你犯罪的证据 就是你做小偷的证据 所以呢 第三呢 就是说 除了这个保持冷静 不要争吵之外呢 就不要签任何东西 他常常呢 用打电话报警 来威胁 你说我打电话报警 你不想我打电话报警 然后开口报警 闭口报警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你呢 说你也不要吓我 那没关系 你 你不用打电话报警 我已经先打电话报警 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对吧 让警察来处理 因为为什么 你人正不怕赢之外 你没做 就是没做 你没做 他不可能拿出 任何你做的证据 所以这个不用害怕 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然后之前呢 纽约呢 有这个华人老妇 然后被上场保安 勒索五百块 这样的事情 你可能呢 当时的情况呢 这个华人老妇呢 第一 我觉得可能英文不好 第二的话呢 对这个警察 这种政府机关 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觉得花点小钱 稀释凝冷 然后事后呢 觉得心里纷纷不平 然后呢 又出来抱怨 所以呢 就 就一定 大家要记住呢 如果你没做错事 那没有偷东西 完全不要跑 他不是他打电话报警 应该你打电话报警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没有偷东西 他扣留你 通过暴力 强制的手段扣留你 这个本身呢 所以非法监禁 有可能构成犯罪 所以呢 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说 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你报什么警 他告你小偷 那么你告他非法拘禁 所以呢 这个 第四点呢 特别重要 因为为什么 你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你主动权 就抓在自己手里 所以这是第四 然后第五呢 如果条件许可 那么第一时间 打电话找个律师 那律师立刻赶过来 因为当时那种危机的情况下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呢 一下下懵了 有时呢 会讲一些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话 觉得说 我就装孙子 装可怜 就放我一马 他呢 很多人 他有这种传统的心态 什么心态呢 就坦白充宽 抗拒充严 觉得说 我呢 装可怜 装孙子 他就放我走了 不是的 在美国呢 是 抗拒充严 坦白更严 为什么 你一坦白 他就有证据 他就有严的 资本 他就会对你痛下杀手 所以呢 这个 第五呢 如果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尽可能第一时间 找个律师 让律师过来 帮你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以上这五点呢 特别重要 不能的话呢 这个 被冤枉 让小偷 然后呢 被勒索五百块 这个呢 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咖啥